好,我们谈谈个别股份,谈谈若明 昨天都挺惊吓的 之后公司就出了通告 我们先讲讲通告的内容 若明生物的通告就说了 美国商务部就将他们旗下两家子公司 就纳入了一个未经核实名单 主要是因为美国政府就无法进行必要的核实程序 昨天停牌前就跌了两成二 不过说回通告一点,他怎样解释这件事 就是说列入未经核实名单 就不意味着美国出口商不能跟他们做生意 还有他们自己就正积极采取一个临时措施 公司的律师团队就已经着手准备了 就最快今天就会跟商务部就谈判沟通 要求就将他们旗下两家子公司 就剔除出这个未经核实名单 昨天分析员会议也都更加进一步 讲到其实涉合的出口管制就有两项产品 第一个就叫做生物反应器硬件 不过公司就说近期已经不再需要了 因为主要就是一些 CAPEX即是一些资本开支性的投资 不过他们最近的扩充已经完成了 就不需要买这类的仪器 另一种就是叫做超雷膜包 就是一些即器的用品 不过欧美供应商就各占一半 就说如果跟美国真的有什么制裁相关的事情 他们就可以向欧洲订购 好 说回股价和经营方面 你觉得管理层的说法 可不可以剔除你的疑虑呢? 有否投资者其实你有什么建议呢? 首先我们去说是否剔除疑虑之前 我们去说回 不如用一个股价 说回前面小小故事 所以我们就说之前其实呢 若明第一 他由整段浪处一个 一浪归一浪 我都不想说他是一个派发的形态 总之就是说美其名一浪归一浪 第二就是说我们看到 整段跌落在近代里面 不断那个闹剧重复的 就是说法案就是如下 就是说在打一个平台 然后突然间就告诉你 他在美国那边有机会 将他跌入实体清单 这些传闻呢 然后就急跌了你一下先 急跌完之后 他就澄清告诉你 没有啊 没有这条条文 那些人就是大安主义的 就买回上去 但是你见到他买回上去 怎样都升不穿回前面那些密集区高位 或者出市之前 我知大阴烛最高的那个价位 然后就又告诉你 他和美国又是有第二些模价 然后就又跌下来 那跌下来之后 他现在又澄清了 澄清完之后 你现在见到 最本的跌口高了9% 那问题我们的问题就是说 会不会好像 上一次 美国的传闻的事件 那支大阴烛 上面100元的位 怎样都修复不了呢 那现在我们如果 是抄这个pattern 我们去回这个 我们有一个相当之大的疑问 就是说 我们现在列口低开 那个位置的最高那个价位 80元那个位置 那究竟他收不收复到呢 这个 也都是有机会收复不到的 这个 那所以他们就是说 其实在整体 我觉得这个事件里面 其实投资者 就不要想太过天真 就是说 我澄清完就等于无市了 我就买回 就是 还要弹了很多之后 我就去买它 其实你这样想的话 很容易是一层一层那样 就是我可能有少少是悲观 或者是阴谋论 我觉得是真的有一定的这个机会 这个